漁池箱頭六屬線是漁池通往埔里的重要替代道路 交通量也非常的大 而因該路段路面較狹小時常發生意外 縣議員謝密謀接獲陳情後陪同縣長前往會堪 這條路是我們秘迪和保利交通的替代道路出入這條路的UK非常多 縣長今天來看後就依靠答應 這裡你看鄉長這麼多 都來感謝縣長的財政 可以讓保利和漁池這個道路連貫 今天來參加會議的地主後當中 答應說要來提供土地 所以也希望縣長在新的年度 可以就近來解割保利同翁漁池 這兩兄弟來用的主要的道路 縣長林明珍表示 在縣議員的陪同下前往會堪 而這條路有一部分的路特別的狹小 時常有意外發生 在今日會議中 地主也同意施作 會盡速改善 今天由我們社長某議員 帶我來看我們頭六十五線 像這裡有一段大概兩百五十米 這個非常狹小 整條路都透寬好 只剩這個地方沒有透寬 因為鄉鄉現在縮來 時常在這裡發生錯誤 所以我們的社議員 都有感言說要緊急來透寬 好不容易 我們這個地主都同意說 無償提供給我們政府來透寬 所以我們以最快的速度 就把整個撲撲砍都透寬完成 頭六十五線大路小小的問題 若沒有改善 不但造成交通不便 對於安全問題也有所疑慮 縣議員謝民謀希望縣府單位 盡速改善 保障當地居民的生命安全 記者邱平易於此採訪報導